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点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各位维心圣教 异清大学 所有贤士同修 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禅节 阿弥陀佛注释的时候 作为法障彼修 知一切法 是法障 藏的 藏在内心 藏在无量节以前到现在到未来 都是藏在人的心中 你要怎么样知道藏在心中 当每个人你静下来 你会想到我所需要的是什么 我所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所得的是什么 这都是一个人本来具足的内心事件 和内心的滑稀 所以老主开示我们 你们在世间上做一个人 你的快乐 到底快乐的境界是什么 你快乐的程度到达某一个程度 这样 你才能真正达到快乐和幸福 你在世间上 你得到名和利 是不是能永恆 esperar 是不是能永恆地让你拥有呢 这都是人的无常 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 他来到先卧室 我看他满脸的欢喜心 来仙佛寺 在那拜佛 在那看仙佛寺的风景 一面走 走背在后面 看他满脸的快乐 我就去问他 我说先生啊 我看你那么快乐 你一定有好事要来告诉我 好对 我来到仙佛寺 就好像 到天堂 好像 去到没有人的地方 一届草木都在讲话 连石头也在跟我对答 所以我一面看这里的草木 他们都在讲话 都在欢迎我 石头也一样 他们在讲话 各种姿态的姿势都出来了 也在欢迎我 所以我一到仙佛寺来看 走了一趟 我这是快乐无比啊 我终于悟到 我老祖 他对环境学 能够用环境的语言 来告诉人们 很多人 他不懂得 大地在讲话 不晓得大地在欢迎我们 所以愁眉苦脸的一大堆 以前 我也都愁眉苦脸 等到 我几年前来到仙佛寺 我就很喜欢来 来了不讲话 不与人与人讲话 我独自用心 坤四目 来对答 尤其仙佛寺的伍岳松 那么大的伍岳松 那么的高的伍岳松 他们能看起来很骄傲的 顶天立地 再欢迎我们 所以 我有时间就带我的家人来这里 走一走 拜拜佛 使敌于使敌于我的内心的不满 使敌于我的内心的烦恼 到最后来 终于想到了 误了 人在世界上 在社会上 斤斤计较 你计较的是什么呢 生也没有 都没有带来 死也没有带去 那我还要计较做什么呢 所以这位先生的艺术造语很高 就跟我说了 师父 仙佛寺的景色 谢谢你 给我一个欣赏 仙佛寺的草木 都会欢迎我 石头也会欢迎我 所以我们各位维心弟子 你们与老祖结缘这么久了 你们有几个能够欣赏仙佛寺的草木 仙佛寺的石头 西水的流声 西水的流声 他们也在讲话 也在对谈 所以他们都快乐无比 有如我先罗室 后面天堂出来 那里有一条 小小的渐进河 静静的听河水的流声 他们都在讲话 不规则的讲话 滴滴答答 好像在与人对谈 他们只有自己在对谈 他们的烦恼 从来不说出烦恼 只有说出快乐的法音先流 所以我们欣赏风景 我们到国外 到国内 好的风景 你去欣赏 要有这个智慧来判断 要有这个心 来欣赏 这样的话 我们在大地上 我们是一个交直 很骄傲的小孩子 所以今天为各位 要来残劫阿弥陀佛 他的第十五大愿 千人之快乐 祝福各位 这些台湾的病 应不成功妙的生 各位维新闲事集 各位时光善知识 是本为新圣教 一经大学的教育体制 就是环境学 环境学 人人都喜欢好环境 也人人不喜欢坏环境 所以好环境 会给人带来无限的快乐 坏环境 会让人 污着鼻子 受不了 所以这个国家的环境 在环境工作 人员非常慈悲 都是菩萨的化身 曾经有一次 我们在北部某一个县 因为县长他夺罪了环保人员 结果环保人员不领情 全部就罢工不去搜啰售 放了三天三夜都不搜了 结果满街都是啰售 家家户户的啰售拿出来 放在路边 形成经过的人受不了 形成受惠的风气也非常的不理想 这个局势人和大自然的对话 大自然他的臭气熏到我们人来 人就没有办法来接受 所以就造成了人和自然环境的对立 而以自然的语言来表达环境之恶劣 所以我们国家 也许台湾对于环保意识的抬头 我非常佩服他们爱护环境的工作者 做的是活菩萨来事先来防患环境卫生的不好 而影响了人体的健康 所以人在世界上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快乐呢 也是很难讲 所以只有奉劝大家 环境卫生一定要坚持来保护环境的卫生 配合国家政策环保意识的抬头 大家要理解环境卫生的好坏 可以看出这个国家人民 他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从事建筑业的好朋友们 你们很辛苦 你们在建房子给人家住 好房子给人家住 若是你所建的房子 不重环境卫生的美化 而只想赚钱 到最后来你的后果很难得去想象 所以老祖再度提醒我们 环境卫生的美化非常的重要 和人的生命的价值观 完全是画上等号 所以人在世界上要达到真正的快乐 首先就是要美好的环境 美好的环境要靠自己来表现 这样社会就会很和谐 很清静了啦 所以我们的双善信大德 尤其环境大学的贤士同修 你们的分事到场 一定要保持环境的美化 不避免只要清静 这样就功德无量了啦 所以老祖要我们理解 人人有个平安的内心世界 内心家庭 不从有外在的环境不好 你把它投影到我们的心里 那样你永远永远的烦恼 绝对快乐不起来 所以美好的环境 可以创造之快乐美好的人生观 所以这一点啦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 对住家环境一定要重视 那你就能当为快乐人生啊 所以环境卫生的重要 不是政府官员的啰嗦 而是大家共同所享有的福报 这样你有这个信念 那你就会享受到快乐人生啊 所以天人之快乐 就是明养两界的快乐 一定要先从环境的培养 环境的调养 你才能真正达到快乐 否则的话 出门就臭气冲天 回家也臭气冲天 那你怎么享受快乐呢 所以阿弥陀佛法葬比丘的时候 他所发现 他擦中的人 他接着有无比的快乐 就菩萨的快乐行为啊 所以老祖开述我们 你时时保持快乐 是常受的不二法文 你常常保持不平安 不快乐的时候 那你一定会如你所愿 一生快乐不起来 幸福不起来啊 所以老祖祝祝真言啊 都是在勉励我们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再帮助他人 这个集市真正的天人快乐 天人快乐 所以今天为各位来禅节 祝福各位 各位微信贤士同秀 各位伤善知识 人的快乐建立在日常生活中 你的心态 你的心念 能实时关怀大众的人 他一定会很快乐 实时只关心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荣华富贵 名利富贵 这个人一定快乐不起来 曾经有一年 在枫园有一位先生 他来到生活室 他很普通的行为 让我看到了 我说先生 我看你今天来愁眉苦脸 到底是为什么呢 你老实讲出来给我听 我可以给你这个意见 他就说我生活没有问题 我财产有问题 因为我财产生平赚了很多 现在孩子有五个孩子 有五个孩子 究竟要怎么分给他们 现在还没有决令 所以我为了分财产给孩子 就快乐不起来 就每天烦恼烦恼 烦恼的不得了 我说很简单 你有几个孩子 你要多少钱分给他们 等到你死的时候 你再分给他们 你将要分的人的比例 把它写好 守在金柜里面 等到你往生的时候 再打开来看 这就不是就了结了吗 周越先生说 师父 那我误了 我误了 我对我的师父 他也是很慈悲告诉我 不要为世间的名利 起烦恼心 你为世间的名利 起烦恼心的人 是最笨 最杂 听了很有道理 一回到家里 看到家里的那么多孩子 家人 他就将烦恼又拿出来 你可以对着孩子说 我提供意见给你 你跟孩子说 我前辈子欠你 只有多少 现在年本代率 我要赏还你 这样 你们兄弟要和睦 要和好 不要为了 这个财产 为了 这个不能重用的物质 而伤感情 这样太没有价值了 这样你即使死了以后 孩子他们在争财产 你也快乐不起来 所以阿弥陀佛 他的大愿 第十五个大愿 十五大愿 就天人快乐 天人快乐 是最宝贵的人生价值观 所以他回去了 就把几个孩子都叫过来 说我要给你们的分的财产 只有多少 其他我要拿来做捐献和布施给公益团体 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么你们给你们分的钱 你们要快乐的感恩祖先留下来 结果五六五个孩子 老八要分给他们的 全部一致同意 大家约定来捐给基金会 捐给公益团体 所以这位先生 他才很快乐 当我重生以来 没有这一次这么快乐过 记得老 国库孙中山先生 所开示了 人生以福物为目的 我努力做到了 结果做到了 所回馈回来给我的 那个胜过百千万倍的 回馈工作款 所以各位同兄 各位熟王善知识 花钱 大家要会花钱 赚钱 人人爱 但是赔本 怎么样赔 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也建议 我们所有的维新地址 活会众等 一定要节约 限制我们的收持浪费 这样你就是快乐的天使 而若是你不这样做 你每天烦恼 这些钱 孩子要多少 哪里要多少 哪里要多少 你永远没有办法心安 所以老主要我将这个道理 讲给各位来作为参考 相互美丽 相互的成就 所以老主 这人生走里幸福观 太美 太美了啦 我愿我们所有的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的 所有贤士同修 都能以身作所 该我们的你就去争取 不该我们的 不要半点的去争取 这样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了 你就是天人之快乐啊 天人之快乐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有 要大花 要小花 就看你的决定 来作为分配的价值观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们 我们一面学艺经 一面学宗教 学佛法 这个都是教导大家 如何排除困难 而达到心安快乐的明天 这样你平安 他平安 我也平安 大家都平安 就大家都快乐嘛 所以这个局势 大家都快乐 就落尽 就没有其他什么烦恼 各位 阿弥陀佛 就没有其他什么烦恼 我的慈悲伟大 他是站在每个人内心心安的状态 来开示 他所要做的事情 又如老祖也一样 看到一个家庭不平安 老祖就想尽办法 要告诉他不平安的原因 而你有福气的人 你会接受老祖的福报和反应 这样你就是漏进比丘 这种烦恼的修行者 所以老祖 倒架持航 他的目的 是要告诉我们 什么应该烦恼 什么不该烦恼 什么是我们的 什么不是我们的 我们都要很清楚地了解自己 和了解自己的愿望 愿望和忘恋 清清楚楚了 你就能够排除一切障碍 成为真正的天人快乐者 祝福各位 各位维心贤士同修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法葬比丘 他大错大悟之后 花下了48大院 其中 第十五个愿 就是天人快乐 人要达到 像天人快乐 没有烦恼 没有跨爱 没有颠倒梦想 这种人 世间上的人 几乎找不到 但是阿弥陀佛 他成活之后 他发现要给 人到他的世界 到活的世界 活果 到活果的天人 都是很快乐 都是没有颠倒梦想 有颠倒梦想 烦恼是最多 所以 波罗密多心经 他写得很清楚 开示往很清楚 无烦恼 人要做到没有烦恼 确实是很困难 每天三餐要吃 会吃的烦恼一大堆 阿强长看到餐厅 一家人很快乐 但是要点菜 也不知道点什么 这烦恼就来了 所以人的烦恼 你能随意而安 就是最不简单 我们到餐厅 你看到 好多人都很快乐 等到菜端出来 有的就愁眉苦脸 有的很快乐 所以就就是人世间的烦恼 和天上世界 天人 他们的烦恼 和快乐 只有在天上世界 才看得到快乐 否则的话 我们在世间的烦恼 多得不得了 多得没有办法来算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 你在人世间要做到 像天上的天人那么快乐 不简单 但是我们要努力 来做到 像天人那么快乐 没有烦恼 没有颠倒梦想 好 你就灌烦恼了 那你就是 当下的天人 是快乐啊 曾经有一次我们一位老菩萨 带了三四位孙子来先佛事 我在开智慧 那四位孩子 在大殿里面 追逐东跑西跑 快乐的不得了 一般的修行道场 就会阻止他们说 小孩子不要那么吵啊 但是老祖 他看到他们那么快乐 他们是最快乐的 没有烦恼的快乐 那不是吵啊 所以吵就是用心机 没有用心机的玩快乐 那是真正的快乐啊 所以我们人一旦一天一天的长大 一天一天的成熟 你所看到的社会事情 人间的事情 你会愁眉苦脸 你会 没有事 找事 来烦恼 这都是人的 人的快乐 和烦恼的差别性 所以 你要达到真正的快乐 那只有从修行 来实时 还行自己 自己的缺点 我们要怎么样来改进 怎么样来做到 没有缺点 之后 你才是真正的快乐啊 所以今天 我们这一节 阿弥陀佛第十五院 天人快乐 他要给人快乐 反正到 活果的人 才是真正的快乐 所以 这集是漏进 漏进比丘 就是没有烦恼的修行者 你要做到没有烦恼修行者 确实不简单啊 我们能够做到真正的快乐 没有烦恼啊 那就是比登天还难 但是登天还难 还是要做 做到没有烦恼 随时没有颠倒梦想 无论在家出家 凡事要对着起良心 你对不起良心 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其他的人 你永远快乐不起来啊 所以我也尽量再努力的做到 大家有缘的人来结缘 让他们幸福快乐 这等于应了活手说了 我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 你的烦恼也就是我的烦恼 大家共同来探讨 这个哲理啊 祝福各位 这次台湾疫病 英国成功妙的生 各位维新闲事局 各位十方善知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法葬比丘 他的大愿 当他奏活的时候 他差中的人 天人 都会很快乐 相对 就是告诉我们世人 你要到达天上世界 到达佛镜土 那么快乐的天人 我们世间的事情 大大小小 能够圆满 尽量要圆满 要做到问心无愧 养无愧于天 趴着没有 会对大地 这样你就是一个心安的人 所以心安的人 你走到哪里 都是很快乐的 所以老祖开示 心安 心安 这是天人的快乐 你心不安 那觉得快乐不起来啦 今天早上 我们眼睛张亮起来 我们的工作很多 都没有做完 赶不出来 也祸出不去 那你就不可能快乐啦 整天在烦恼 整天在颠倒梦想 这个都是人 的最大的可爱之处啊 曾经一位先生 他来到仙佛寺 他问我说 叔父 我怎么都快乐不起来啊 我说看你的愁眉苦脸 干干 每一天夹在一起 你时时时刻刻都在烦恼 在想念 你的不如意的地方 那你怎么快乐起来呢 这位信众说 祝父啊 我也想快乐 但是我就快乐不起来 我烦恼员工没有工作做 烦恼家里的人身体不健康 烦恼孩子不努力读书 不用工读书 烦恼他的长官不爱他 烦恼怎么样的都是烦恼 这人在世间上 没有烦恼的人才是最快乐的啦 没有烦恼 才是真快乐 要达到没有烦恼 确实不简单 我们在做事业 烦恼你的事业 他的成就 他不如意 那你也就烦恼 永远解除不了啊 所以我们 有好多 做工程建设的人 你一批房子要推出 就开始烦恼 一直烦恼 烦恼到结束 交屋之后 还烦恼说 哪里会落水 哪里落水 这个都是人 的烦恼 但是 我们要将烦恼 化为菩提 菩提就是没有烦恼 就是从环境 就是从环境 忏悔 和实践 这样 就是 去除环恼的 基本条件 从环境 忏悔 汉实践 这是心安 我们要时时时刻刻来反省过去所做的事情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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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好 有没有 有没有 共同来享受 等等 都是我们 烦恼的根源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 你要想成活 一定要断除烦恼 要断除烦恼不简单 人的烦恼有千千种 像师缠着 你越缠 让自己越跑不出去 就困在 你所自己做的思想里面 你也跑不出来 这都是人的烦恼 所以很多人 他的思想 他的做人处事 都是做简祝福 这样你的心就不安了啦 心不安 那你怎么快乐呢 所以人人都有一个快乐的心 也有相对一个烦恼的心烈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终极 这是烦恼 光明是快乐 人都有一个烦恼和快乐 你如何要达到快乐呢 一定要将不如意的事情防范未然 让你的不如意 达到如意 这样就是你就是快乐的人 天人啦 祝愿大家都快乐 大家幸福 圆满圆满祝福 祝愿 祝愿